Jim帮您解答卖房的知识点2 我来为您讲解一下在美国卖房过程中的其他的三个重要文件 包括与排除披露说明 此文件列出了所有被包括或排除在房屋出售或租赁协议中的物品 包括电器、固定装置和家具等 租赁物品附录该属了协议中包括的任何物品 如家具或电器、公用事业附录中概述了协议中负责的任何公用事业费用 以确保双方对包含的内容和责任有明确理解 6.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on Lead-based Pint and All Hazards 千期和或千期危害的信息披露 对于1978年之前建成的房屋 披露有关千期和或千期危害的信息是联邦法律的要求 根据这项法律 房屋出租人和销售人必须向潜在的租户和买家提供有关房屋中任何已知的千期和或千期危害的信息 以及任何可用的千期检查或风险评估报告或记录 这些信息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供 形式为签警告声明或签披露表格 该法律的目的是保护公众 特别是儿童 免受千期潜在的健康危害 马里兰非居民卖家转让扣缴税付加表 此表格是马里兰州非居民卖家出售房产时使用的表格 这个表格用于记录卖家的认证 即他们不是马里兰州居民 并计算在过户时 需要由卖家付的房产转让扣缴税金额 转让税的金额是由房产售价乘以6.75%的税率确定的 该表格还包括如何申报税款 和将扣缴税款汇款至州税务主管办公室的说明 请注意 这个表格并不是每笔交易都需要的 因此建议向法律顾问或税务专家咨询是否需要使用 卖房过程中经纪人还需要和卖主签订 Open House和Lockbox Addendum 欢迎有方产问题的朋友来我这咨询 感谢观看